今天特别来为光良加持的天网歌手 黎明先生 欢迎黎明 哇 很久不见了 光良 你也不用把你放到他快跌倒了 太帅了 很久没见了 只要各位美女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 这次因为要不去光良我 相信我真的没机会跟自己这么近的去 你刚刚拍完的美女朋友 找我跟紫姜 say hello 你还好吗 我不错 我不错 每次都从杂志上看到你 是吗 都进去八卦 今天我们对八卦是两个算法 你真的很有机有意义 不是 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硬度做错 因为我跟光良本身就是好朋友 第二就是我们就是 能够这样的意思 那我想想去 我觉得好像就是精神上支持吧 谢谢 就不够 不够 对 要肉体上比较支持 对 肉体也在支持 我就觉得有诚意 所以这次我来 因为我很羡慕 我说我很羡慕 光良在台湾的小剧带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用心 把他音乐表演非常好 可以唱得非常好 那媒体的朋友们也可以觉得是好的 观众朋友也不停地掉 那就不太好 可信 在过去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 黎明除了在歌坛上 以彈上有他的地位之外 他也不疑虑地在很多幕后的工作上面 去经营很多问题面向的歌手 包括光良 可以说是人生当中重要的贵人 今天还特别就来到台北 其实黎明现在连自己的唱片 他都没有太多的时间 到台北跟大家见面 也是反而为了光良 为了今天的这个演唱会的记者 给他特别来到这里 真的让我们就非常的感动 我们现在特别做了一个 小巨蛋的模型 你说空想象不一样 一个是一个小巨蛋 非常反应 对 受起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心 好 我们请我的兄弟 也是他最欣赏的台词 光良 第一次小巨蛋演唱会 好的 在今天我们也正式的宣布 这个演唱会呢 正式的旗袍 接下来光良 有很多很多的计划跟训练 要给台湾的朋友呢 更完美的演出 是 我们有做一个小道 这边有一个 要给查一下 好 请两位 让我们征服小巨蛋 即开得胜 好 声音 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大家 在我们一听很多的传授 跟交流一下 光良也变得越来越有刺激 不管是对他们身材 对他们舞台 他们表演 这些就是在歌台最难得的 大家一起交流的交换 再次谢谢李永 还有什么话要对大家交代吗 谢谢比较身体这样子好好 哦 帅好 还好 多吗 更少 是吗 我相信 好 所以美女朋友大家好 希望大家也愿意快乐下午 那我们请开训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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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谢谢李永 谢谢陈佑 谢谢陈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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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